给大家分享两个有意思的美股宏观历史的统计数据图 第一大家知道美国的养老金共同基金这些 很多都是用所谓的60-40的策略 就是60配美股的大事 40配过多美债包括国债公司债等等 股和债大部分情况都是负相关的 所以说负补 大家看这个策略在过去100年间平均回报有9% 还是相当不错的 不过今年的股债双杀的情况下 这种传统的策略就是100年以来最差的回报 大家看到目前为止都快跌了40%了 而且今年还没过完 看起来还有可能跌 不知道多少美国的养老金或者共同基金的财富会灰飞烟灭 第二个图大家看这个 美国的股市和国债同时跌 在过去100年的时间内只发生过三次 除了今年这一次以外 剩下的两次分别发生在1931年和1969年 而这段时间接下去的两年都有和黄金或者货币相关的大事情发生 1933年是当时美国的总统罗斯福宣布老百姓不能私自拥有黄金 要把黄金上缴给国库换美元 这个相当于我们秦始皇当政以后销毁老百姓兵器一样的这个道理 然后1971年就更有名了 当时的美国总统的尼克松 在当年宣布了黄金与美元的脱钩 布雷顿森林的这个体系立刻垮台 所以说大家觉得接下去两年 2024年的时候会不会还会有这种和货币相关的大事情要发生呢 比方说瞎猜 比特币被完全的禁止 或者说比特币拥有和黄金一样的地位被美国认可等等 欢迎大家留言评论 请不吝点赞订阅